是一個立委 這是一個蠻嚴肅的事情 是應該是要非常的 緊緊去擴展這個事情 連這麼重要的一個事情 都能夠拖了這麼多天 那以這樣的一個行政效率 跟對事情的一個認真度 那怎麼當市長 好像是前幾天就宣布要遲了 很多人問我對這事情的看法 那確實跟我的講法 他有沒有遲好像大家都沒有感覺 那到昨天應該是要我們的立委 在質疑這個事情 所以他們今天在回憶說今天要去遲 那確實我們再回來嚴肅的看這個 來看這個事情就是說 遲遲是一個立委 這是一個蠻嚴肅的事情 是應該是要非常的 緊緊去擴展這個事情 連這麼重要的一個事情 都能夠拖了這麼多天 那以這樣的一個行政效率 跟對事情的一個認真度 那怎麼當市長呢 他說要遲 然後遲了以後要花了五六天還沒辦好 那以這樣的一個效率當市長的時候 那不是很可怕嗎 每一件事情的決策都要拖個五六天 決策完之後再拖個五六天 市民的事情沒有辦法這樣子拖啦 也許他自己的事情可以拖 但是未來我也希望 如果有機會的話 他做事情不要拖拖拉拉